看见这烂树根,你们的第一感觉,是不是就是拿来当柴火? 牛人可不这样子想,他直接拿来根树枝倒腾,成品就卖了两万块。 牛人将这烂树根摆放在工作台上,表面形状不一,有些地方更是腐朽了,似乎只有拿来烧柴,才能体现出他最大的价值。 对此,牛人早有对策,他将那些难看的,腐朽的木材,全部都切掉,只留下一手臂宽度的小石木。 他先是去准备树枝液体,将红色等粉末倒进白色的树枝液体内,搅拌混合成暗黑色的混合物,再将其倒进装有小石木的塑料桶内,然后放进一个特制的机器后。 在这个机器的作用下,刚过几分钟,这些树枝液体就定型了,看着可比刚才好看多了。 之后,牛人会将其固定在车床上,用小刀慢慢地剃掉这个树枝产品的表面,等到这些表面树枝都化作一条条白丝。 掉落在地面上,牛人就会换上一把十字披,将多余的地方全部剔除掉,再换用原先的道具,将这个树枝产品的两头都给磨圆了。 随着牛人不断地细致打磨,这个原先不规则的树枝产品,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圆,远处望去就像是一个蛋一样。 此时停下来看一下,表面大部分都是红色的,偶尔有一点黑色区域,从整体来看,确实是好看。 搭配这个蛋的形状,说是凤凰蛋,估计都有人信,不过这凤凰蛋的表面,还是很粗糙刺手。 牛人做事要求完美,所以他会拿来纱纸,将表面打磨过几遍,让其变得顺手些。 当然了,打磨完毕后的凤凰蛋,表面灰蒙蒙的一片,牛人挤下一些绿色浓稠物,左手转动,右手涂抹,不一会儿,这个灰蒙蒙的凤凰蛋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,就像是大火中的凤凰,时刻准备着浴火重生。 为了能卖出个好价钱,牛人还特意把它擦拭一番,拿到打磨机器下,清理掉表面残留的东西。 然后一个好看又漂亮的凤凰蛋,就出现了。 很多跟牛人买过东西的土豪,都纷纷想买。 最终,这个凤凰蛋被一位神秘土豪,花了两万块买走了,问他为何舍得花那么多钱。 他回答说,他刚刚遇苦重生。 如果你们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,会一价购买吗?